白石堡 放箭 彭 一彭剑雨就是男爵对坎雷托骑士的回应 那剑雨从近30米高的城堡上飞出 划过一条流畅的抛物线后 落在了百多米外的冰雪武士团中 一时间 不少冰雪武士中箭倒地 在邪神祝福下 他们能无视大部分身体疼痛 但并非不死之身 被射中要害后 依旧会死的 坎雷托抬手随意拨开 还飞向自己的箭矢 发布命令 后退300步 冰雪武士团立即后退 但和之前的有序不同 队伍因为受到打击而显得有些混乱 终究不是真正的精锐 顺风之时 自然十分强悍 一旦锐气受挫 立即就显出了本来面目 等退出剑雨射程后 坎雷托看着前方那如巨兽斑趴着的白石城堡 再次咆哮 莫雷难绝 再不出现 就烧光你的白马阵 我看你能在城堡里躲上多久 这一回得到了七回应 莫雷难绝的大笑声从城墙后传出来 是谁一开始说不会对白马阵居民动手的 这么快就要违背承诺了吗 坎雷托也放声大笑 我只要你的性命 你却如乌龟一般缩在龟壳里 我杀光你的子民 人们固然会骂我残酷 也会骂你是个懦夫 你杀吧 只要我的城堡在 我的战士在 你就算将白马阵烧成白地 我也能安然无恙 城堡里囤积的物资够我们生活五年之多 而你干了屠城的事 必定会遭受黄金神的审罚 还是说 你有信心能挡住审罚 坎雷托黑黑冷笑 我烧光白马阵后立即逃出黄金之地 又怕什么审罚 到时候 该畏惧审罚的是你 因为你这个领主没有尽到守护子民的职责 莫雷南爵又笑 那你就去杀吧 但我要提醒你 别以为死灵法师没了 你就没有对手了 在阵中的神殿里 还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法师呢 你的冰雪武士团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黑拉森你就说大话吧 我早查过了 那法师能击败达姆西斯 不过是占了偷袭的便宜 我们多的是弓箭手 他敢冒头 立马把他射成刺猬 剑莫雷一直龟缩不出 坎雷托就一挥手 掉头 前往神殿 先把神殿烧成灰烬 北境人彪悍野蛮 白马阵更是如此 规划黄金之地的时间也短 对黄金神并不如何敬畏 阵中神殿被烧的事 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最近一百年尤其严重 正因为如此 神殿是越渐越坚固 坎雷托命令一下 冰雪武士团立即掉头 赶往神殿 转身之后 坎雷托又冲白石城堡大吼 莫雷 等我烧光神殿 就征召阵中工匠打造头时机 我看你的城堡能坚持多久 莫雷男爵满声不耐地喊 尽管去做吧 不用特意通知我 我已经不是你的领主了 叛徒 备战了一个口头便宜 坎雷托恨得直咬牙 一抽马鞭 就朝神殿方向狂奔过去 等队伍快到中心广场时 坎雷托大声发布命令 队伍分散都分散 小心法师的火焰法术 他调查过交战现场 看到了大量异常焚烧的痕迹 说明神殿中藏着的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烈焰法师 好消息是 只有一个法师 坏消息是 烈焰法术非常克制冰雪战绩 但不管是好是坏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总不能退缩 同时 他高声许诺 等攻下神殿 白马镇就是我们的了 镇子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镇上的女人也任兄弟们挑 吼吼吼 冰雪武士们各个都血脉奔章 维持了不到几小时的精兵形象 瞬间崩塌 恢复了山中强盗的本色 神殿 看着那火蛇转而朝几方延伸过来 森格主祭探口气 双手握在身前 开始低声祈祷 夏丽娜也探口气 罗森 和你预料的一模一样呢 罗森怂了下肩 走吧 夏丽娜小姐 冰雪灾祸来了 为黄金神杨威的好机会也来了 他转身朝神殿一层大殿走去 其余众人也都跟上 森格主祭 开始给战士们施迦兼任祝福吧 森格主祭点了点头 开始对殿中最强大的十个盾战士施迦祝福 只有十个 因为他只是小地方的主祭 只会忠孝兼任祝福 一天内只能祝福十次 罗森又对夏丽娜道 战阵对抗你比我在行 你来指挥 说话间 他激活了百分之三百零巧度的烈焰光环 只见他身上透出一股微带蓝蕴的白光 飞速向四面八方扩散 每扩散到一个人 这人身上就覆盖上一层淡淡的火红色光芒 生成了威力大约在低阶上等的烈焰护甲 神殿有七八十个人 每个战士身上都有了护盾 这法术直接耗去了罗森大约九成的法力 换作之前 他办不到这点 但服用不死鸟之语后 法力强度和火焰急性的大幅提升 让他拥有了更大的灵巧施法空间 而在蔚蓝药剂的作用下 他体内的法力也以一个疯狂的速度恢复着 另一边 夏丽娜开始大声发布命令 神殿守卫 持盾守护前阵 一队驱魔武士 后阵射弩 黄金珠女 找机会偷袭 菲林 你带二队去瞭望台 安格鲁 你也去 拿上足够的灼热剑 都带上盾牌 别让人去后门 每个战士的武器 包括刀 剑 中盾 弩剑 弓剑 全都已经附上了强度在中阶中等的灼热里赞 烈焰护甲配灼热里赞 几乎完美克制冰雪武士团的冰霜之力 这时 冰雪武士团已经在白马镇中央广场聚集了 他们站得很分散 神情也十分提防 看得出来 都在警惕罗森的法术 神殿内 夏丽娜看向罗森 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 我这边全准备好了 夏丽娜便来到战阵中间 按照计划发布下一步命令 他大喊一声 打开殿门 开始迎敌 轰隆卡卡卡 大殿那厚重高大的木门轰然打开 神殿外 是虎视眈眈的冰雪武士 神殿内 是迟钝如墙的神殿守卫 双方对峙了数秒 坎雷托就大吼一声 冲 杀光他们 啊 冰雪武士们就发一声喊 如潮水一般朝神殿大门冲了进来 却是打算用人海战术硬堆 眼看就到 忽然一个脑袋大的白赤光点落在电门中央 化作一道四米高 四米宽 四米厚的火墙 刚好将电门封得炎炎实实 这火墙出现的时机非常巧 正是冰雪武士级的最严实的时候 出现之后 就如波涛一般朝电门外冲出去 非凡燃烧之强 灵巧度50% 威力达到了中阶中等的水平 第一波冲锋的冰雪武士只是试探 力量普遍在低阶水平 且他们的力量还是冰霜即兴的 若冰遇到强火 哪里抵挡得住 火墙烧过 顷刻间就耗尽了他们的力量 点燃了他们的身体 一波过去 足足烧死了30个冰雪武士 大殿殿门也为之一空 后面冰雪武士发一声大喊 拼命远离大门 再不敢冲了 坎雷托看得眉心直跳 他站在后方 朝大殿内眺望 却只看见黑洞洞的一片 隐约间能看到一面面方形的盾牌 却根本看不到火焰法师所在 眼看罗森法术如此猛烈 神殿战士们士气大震 神殿守卫用剑拍击盾牌 发一声吼 齐刷刷往前走了一步 将大殿殿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这么下去可不行 坎雷托仔细打量了下神殿 发现神殿通体用北径特有的白石打造 墙壁厚度净达到大半米 隐约能看到其表面会有各种符文 侧面虽有窗户 但都又窄又小 难以破窗突袭 以前天天看没发觉 真成了对手在看 就发现这就是一颗主不烂烧不焦的铁土豆 他抬手对一个精锐骑兵招了下 带一对弟兄 绕到后门去看看 那精锐骑兵立即带人去了 但很快又回来了 还少了几个人 他一脸无奈 侧门被堵死了 门是纯刚打造 极其厚实 地方又窄 没法冲锋 我全力推了下 竟然纹丝不动 最讨厌的是 上面还有人不断射火焰剑 让人没法全力攻门 也就是说 只能从正门进了 坎雷托再次看了眼黑洞洞的神殿正门 心思思索了会儿 便翻身下马 拿上了圆形钢盾 莫托 帕雷 钢萨斯 下马 上盾 随我冲锋破阵 对方那法师太强 能依人覆灭死灵军团 法力也必定无比浑厚 要是让普通战士一阵阵冲 估计冲多少死多少 所以 只能强者对抗强者 他们四个高阶武士 用出全力 冲锋破阵 就不信对手能挡住 格瑞德 你带其他战士跟在大门两侧 一旦我破了盾阵 立即跟上 是 团长 另一边 下力那剑砍雷脱下马 心神一下紧绷到极点 伙计们 准备 真正的挑战来了 罗森也是深深吸了口气 精神凝聚到了极点 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这是他第一次和强大武士正面交锋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 这次和强大武士正面交锋 就会有点准备